据俄罗斯塔兹设时日报道 白俄罗斯武装部队总参谋长 国防部第一副部长维克托古列维奇 在当地时间10日表示 北约继续在白俄罗斯边境附近增加军事存在 这证明白俄罗斯正愿您日益增强的威胁 白俄罗斯国防部网站在10日发布了古列维奇的声明 他在声明中称 美国及其盟友继续在白俄罗斯边界附近加强军事存在 过去6个月部署的部队在数量和质量上不止翻了一番 他指出在地中海和波罗的海出现了搭赛海基和空射巡航导弹的武器装备 部署在波兰和波罗的海国家的航空力量已经增加 表明白俄罗斯面临着日益增强的威胁 古列维奇指出 美国及其盟友目前正在东欧和东南欧举行一系列军事演习 在与白俄罗斯接壤的国家境内举行欧洲捍卫者演习和其他七场演习 他强调这些演习涉及部队登陆 动用侦察破坏部队和特种作战部队的训练 这些都无法证明演习具有和平性质 古列维奇称 白俄罗斯武装部队已经制定了一整套措施来应对可能的威胁 特别是在对快速反应部队第二阶段的测试框架下 将迎其战术群部署到西部和西北作战方向 他还指出 为了增强防卫力量 防空部队导弹部队和炮兵部队正在被部署 此外古列维奇指出 乌克兰武装部队在白俄罗斯南部边界附近 部署了一支总人数达两万人的部队 这也需要明斯克作出反应 古列维奇解释说 为了确保白俄罗斯在南部方向安全 我们在三个战术方向部署了特种作战部队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